在经过漫长而严格的测试之后,11月29日,巴基斯坦地世界国际防务展览会开幕第二天。 据该国军事分析家哈马迪的消息,中国北方工业的VT斯坦克终于战胜对手,成为巴基斯坦陆军新一代主战装备的最佳选择。 未来巴基斯坦陆军将采购数百辆VT4,以增强其装甲部队的战斗力。 早在2016年,巴基斯坦网站就爆出VT斯坦克在其国内进行测试的清晰图片,到今天,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。 VT斯在与乌克兰T-84堡垒主战坦克的竞争中,其间曾有过多次波折,一开始巴方似乎更倾向于选择乌克兰坦克。 毕竟其原先装备的T-80UB击败过中国的85II主战坦克,同时,选择乌克兰装备,也更符合巴基斯坦陆军武器来源多氧化的需求。 不过,乌克兰虽然是坦克大国,但是最新的T-84堡垒,却始终受到自身产能的限制。 据称在与泰国的交易中,乌克兰一年只能交付5辆坦克。 如点看乌克兰的现状,有可能更低。 那么巴基斯坦一次采购数百辆,岂不要等上一个世纪。 正因为这个原因,T-84堡垒的得分大大降低。 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,是中国装甲战车工业的进步。 从85IIII到VT-4,无论是坦克性能,还是制造工艺,都有了翻前覆地的变化。 现今的稳向是火控系统,国产遥控武器站,高科技的信息化电子化模块和数字计算机控制技术。 可升级为1500马力的动力和先进的自动变速箱。 各种高精尖的设备,VT-4都应有尽有,而火炮和装甲又是中国坦克工业的传统优势项目。 相比之下,乌克兰继承苏联的坦克工业,在电子设备一块一直是它的弱项。 坦克的做工和人机工程也忍不及VT-4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一次中国装备出口,不再走人家的路子。 据美国媒体报道,VT-4坦克单下600万美元,比400万美元的乌克兰T-84堡垒还要贵200万。 这个价格,即使和西方坦克的售价相比,也不占优势。 如此高的售价,巴基斯坦最终还是欣然接受,充分说明了一分甜一分过的道理。 VT-4的性能,完全对得起它的600万美元的价格。 前不久,有人拍到在巴基斯坦进行测试的VT-4坦克样车回国卸船的照片。 由此在珍迷圈引起的图片担忧,有人声称VT-4遭遇巴基斯坦退货。 现在看来,这不是退货,而是胜利的凯旋,经历了数年高强度测试的VT-4样车,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 接下来,会有大批VT-4装船运往巴基斯坦。 中国产品的质量,全世界由目共睹,中国产品的交货能力,全世界的客户都非常放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